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宝贝美 我是高亮 今天要带大家来开箱的 就是目前布加迪的公路之王 Super Sport 300家 还记得咱们之前拍过那台Devo吗 全球限量40台 这台全球限量30台 所以您要是没有一台Devo 可能人也不会把这台车卖给你 所以你们来帮我算一下 要想拥有这台车 你需要花多少钱 I'm telling you that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pack your bags and then you will go away I'm not gonna be begging you to stay I'm saying maybe if you asked me yesterday I would handle this shit differently Things are different, I'm a new man That's not gonna happen That's not gonna happen That's not, that's not gonna happen So even if you're asking Even, even if you're asking Cause I do what I do And it's time for something new Yeah Got to know when I let go Got to know when I let go 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 布加迪在一台Seroom Sport的基础上呢 打造了一台超级跑车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一台公路质房 那同年呢 他们就打破了300英里每小时的世界纪录 那为了庆祝这个疯狂的行为啊 他们就推出了限量30台的 布加迪Seroom Super Sport 300架 这也就是他这个名字的由来 那这台车啊 与当时的那台车采用了相同的涂装 都是全车黑色的裸碳 搭配这个橙色的赛车条纹 并且有一模一样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发动机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台车呢 全球限量30台 目前首批交付了8台 这台车就是其中的一台 那从车头上来看呢 仍然啊 是标志性的 马蹄性的一个造型 但是普通的布加迪前面啊 是一个红色的车标 这一台啊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黑色法郎的工艺 看起来非常的与动不同 那这台车 它跟Devo有非常大的区别啊 Devo呢 是讲究一个赛道的极限性能 那这台车啊 就是追求的是一个 终极速度下的稳定性 所以说它全车的空气动力学 都是围绕着这一个目标的 例如说 它前面有一个加大8%的进气 同时呢 左右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呢 可以让气流尽快的排到车的两侧 但如果你只是加大进气的话 在急速情况下 你的车头可能就不稳定了 所以说呢 在它的翼子板的左右两侧啊 都有9个圆洞的开口 这个设计也是参考当年的EB10 为了让这台车啊 可以尽快的排出负压 增加下压力 那它的头灯呢 是由四个环形的LED组成的啊 它的转向灯呢 是在四个环形的LED灯的底下 当你把这台车解锁的时候啊 是特别的有仪式感 它们会一次的打开 又一次的关闭 来回三次 同时呢 这台车啊 为了极限的减重呢 还使用了一个碳纤维的雨刷骨架 只不过你在换雨刷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一个骨架就要4000美元 那这个轮胎呢 是由布加迪跟米其林来合作开发的 它在之前使用的那个轮胎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层碳纤维 让它能够满足在500公里 每小时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持续的稳定 这轮胎上的这个花纹啊 都与这台车进气格山的纹路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轮胎的价格啊 一个4万2000美元 再往下来呢 这边啊 轮圈采用了一个美铝合金轮圈 要比普通的实用啊 一个轮圈就轻了15公斤 有效的降低了它的皇下质量 再往下呢 打开车门 你可以看到一个显示着 实用Super Sport 300家的迎宾当 那一般的车呢 都会把自己的车型的名字啊 放到车尾 但是这台车不一般 所以说它把自己的名字啊 放到左右的交往口了 左边的这个呢 是加机油的 右边的那个是加汽油的 这台车啊 要想给它做一个小保养 换一个机油 你需要有16个放油螺丝 全部都拧下来 而且你这个车还没有办法 直接说碰到它的这个放油螺丝 你需要把它拿到布加迪 让人家的工人来做 这么一套啊 就需要25000美元 那Sharone的车尾啊 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这台车告诉你啊 其实还可以更漂亮 它比普通的使用啊 长了25厘米 这样的一个长尾的设计呢 是在它急速的情况下 超过400公里mAh以上的速度 可以在不打开这个尾翼的情况下 让这台车达到它的下压力 以及它的阻力最佳的一个状态 提供它的稳定性 因为他们的考虑 如果当时再把这个尾翼打开的话 可能下压力就会让你的轮胎承受不了了 所以在他们破纪录的那台车上啊 这个尾翼就是贴在这的 底下的升降机构都是没有的 当时是为了减重 但是量产版呢还是给你了 因为毕竟还是比较炫酷的一个大尾翼 然后再往下呢 全新造型的一个排气以及后绕流呢 都是为了提供高速的稳定性 看上去呢是4个排气 但其实呢在底下还有两个排气 一共是6个排气 中间呢是一个布加迪的黑色的车标 然后后面啊同样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左右呢还有一个造型特殊的转向灯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的部分啊 这台全球限量30台的Super Sport 300家 与打破世界纪录的那台车 采用了一模一样的发动机 都是W16缸 1600匹1600牛米 都拥有同样的加强的活塞 然后高压油泵以及更大的涡轮 并且呢强化后的这个7速双离车变速箱啊 搭配上四轮驱动以及更小的一个油箱 可以让这台车啊0到100公里每小时 只需要2.3秒 0到200公里每小时呢只需要5.8秒 0到300公里每小时只需要12.1秒 0到400公里每小时只需要28.6秒 那同时呢这台车啊 因为它的名字叫300加 就是300英里每小时以上 换算过来呢就是482公里每小时以上 它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这个量产本啊出于安全考虑 也出于保护发动机变速箱的考虑 它就有一个电子线素 所以这台车啊最快理论上可以跑到440公里每小时以上 那有些人就说了 你根本在公路上就跑不到这个速度啊 所以布加迪还专门针对这台车的车主提供一项服务 就是直接把您跟您的车可以直接拉到当时人家打破纪录的那条路上 带您去体验一下 你坐在来之后啊 基本上除了碳纤维真皮就是Alcantara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材质了 而且坐进来之后呢 它整个是一个黑色的感觉 搭配上这种橙色的 不管是缝线还有中间的这一块拼的皮 甚至是它的车窗升降都包了橙色的皮 还有左右的这个储物啊打开里面 也都是同样的一个橙色 座椅就是一个运动座椅啊 上下前后都是电动可调的 但是上面啊有一个Sharone Super Sport 300家的缝线 然后在中间还有一个特别有逼格的啊 就在这边有一个碳纤维 碳纤维上面呢也写的是它的车的名字 并且还写了当时这个世界纪录是304.773英里每小时 换算过来也就是491.484公里每小时 在2019年取得了这么一个成绩 而且还有当时的这个车手安迪的这么一个签名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有建议 也包括这边也有一个车名的缝线 处处都彰显着你的身份 然后除此之外整个的布局跟工程件 跟咱们之间拍的DV都一样啊 然后底下呢这边是有一个LC 也就是它的launch control弹射起步 再往下这边呢有一个激光雕刻的Sharone的一个字样 然后同样呢因为它车身外面的造型呢是一个倒C型 所以在里面它有这样一个倒C型的圆环 后视镜看过去啊也同样 因为现在是尾仪升起的状态下被它中间的这个圆环 以及大尾仪直接切成了四个小块 所以说它的后视镜的视野真的不是太好啊 但是做进来这样的一台艺术品工艺品里面之后的感觉 就是真的太爽了 那在内燃机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啊 这台车不仅仅是布加迪有史以来最强的公路之王 同时也非常有可能就成为一个内燃机时代的巅峰之作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极具收藏价值 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感谢Aerworks的Philip 把这台车来借给我们拍 那这些罗贝们啊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